皇上开玩笑说呀 这你胖了就胖了 胖了看不得了 我凑合着看 你呀不用担心这种事 使劲吃 使劲长肉 高高兴兴的多玩两天再回来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这雍正皇帝是怎么评价遗亲王的呀 王顾见不朽之胜烈 称宇宙之权人矣 为国著使 为士楷模 您听了吗 这雍正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他这弟弟呀 是全宇宙最好的人 今天呢 您就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一起呀 到这全宇宙最好的人 遗亲王的元秦 看看去 这遗王坟在哪啊 遗王坟啊 在宝定市来水县一百二十五里地以外的 石营顿东营房村西 这块坟地的所在地呀 有个单门好听的地名 叫云溪水域 这雍正皇帝呀 和这位十三弟呀 那是真好 感情啊铁了去了 您说这雍正皇帝自继位以来 他怕过谁 那可真称得上是一个 前刚独断 瞪眼就能杀人的皇帝 可是就在这位豪横的皇帝的猪批里啊 曾经有这么一句 遗王色变 朕不得以而就范 那这是啥意思啊 这意思就是说呀 哎呀 朕看啊 这遗亲王啊 气得连色都变了 我一看得了 就顺了他的意思 您要不信呢 您就打听去 您说这雍正一朝 这雍正皇帝跟谁服过这种软没有 那热定是没有啊 好戏轻使的好朋友啊 都知道 这雍正皇帝在与晋臣的书信往来上 用词是相当的肉麻 他给雍正初年的宠臣龙克多写信说呀 你不光是我的好的旧 还是全国人民的好的旧 他为了感谢岳中旗对他的忠心 他给岳中旗写信说呀 希望你啊 多福多寿 多难自已 也就是说呀 他希望他这位臣子啊 身体棒棒的 好好的 多生了儿子 哎 这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的意思啊 最有乐的就是他 跟他的宠臣年庚瑶的书信往来上啊 有些话更是看不得 您比如说吧 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 朕一身想你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就是这样的丙姓 就是这样的皇帝 让人独来啊 总觉得这雍正皇帝 跟年庚瑶有什么背后的交情 不好明说 那这雍正皇帝给老十三的信里边 有没有什么肉麻的话呀 当然有了 雍正登基以后啊 一心处理朝政 不爱动 所以啊 就把很多出京巡视的任务 交给了十三弟印祥 就连在康熙年间 皇帝必定会亲力亲为的 到塞外去行为狩猎 也交给了十三爷印祥 那么 为什么这件事情 皇帝会亲力亲为呢 因为这狩猎是虚的 去塞外啊 团结蒙古王宫 那才是真格的 有这么一年啊 这遗亲王印祥 又替皇上去背首了 这哥俩呀 他自然是有书信往来的 这遗亲王印祥啊 赵丽给皇上啊 写了一封请安的折子 这皇上就回批道啊 朕公安 而等安好 朕却为而等忧虑 所忧虑者 当而等肥壮而归 反还之时 恐怕认不出来也 中国话呀 他就是这样 您像啊 称呼胖子为肥呀 在广东 那就不算是骂街 可是这话 到了北方啊 那折定不是好话 肥这个词啊 在北方多形容某种动物 您比如说 这雍正皇帝 就曾经这样 骂他的九弟印堂 因为这印堂啊 他十分的憎恶 所以啊 他说他吃肥臃肿 娇柔妄作 可是在这不一样 这雍正皇帝啊 是想跟自个儿 弟弟的信里啊 开个朽文秀 哎 显着那么的俏皮 这姨王当然知道 哥哥是在跟自己 开玩笑了 于是啊 回复皇上说 确实发胖 而不堪欲目 则将如何好 臣等侍卫此事 黄精奏文 这王爷说呀 您这事说晚了 确实胖了 胖的呀 都不堪入目了 您瞧 这事我正要跟您说呢 您倒先问了 这雍正皇帝 跟他说 对发胖后 不堪欲目之事 而等丝毫无虑 尽量发胖 愉快而回 这皇上开玩笑说呀 这你胖了就胖了 胖了看不得了 我凑合着看 你呀 不用担心这种事 使劲吃 使劲长肉 高高兴兴的 多玩两天再回来 这信呢 让人堵起来暖和呀 他看着是兄弟 不像是君臣 您看 这雍正朝 皇帝的猪批啊 有这么一个特色 凡是称之为 王如何如何 或者说是武帝 如何如何 那指的呀 都是遗亲王印祥 没别人的份 占写个爱称啊 只属于他的宝贝十三弟 一个人 这说起来呀 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 哪有无缘无故的恨呢 这雍正登基以前 老十三印祥 到底为雍正皇帝做了什么 让雍正啊 登基以后 如此的信任重用他呀 诶 始料不及被宰 咱们宰这儿啊 也不过多的瞎猜测 到了雍正朝啊 这遗亲王干的这些个工作 那可是被真真切切的 都记录了下来 现代人怎么说来着 对了 那叫鞠躬尽瘁啊 死而后已 雍正皇帝深知 他这位弟弟 对自己对朝廷 干的工作太多了 他就曾经说过呀 君务机宜 杜之出纳 兴修水利 督领进军 凡宫中府中 事无巨细 皆王一人精化料理 所以说呀 这人无千日好 花五百日红 这雍正皇帝 他那王啊 累躺下了 这印象啊 在年轻的时候 身体就不好 年纪轻轻的 就得了贺西风 可现在话说呀 可能是啊 这结核性的关节炎呢 人不常说吗 这种风湿病啊 它叫不死的癌症 因为它犯起病来疼啊 说起来罪过 我们上辈呀 家里头啊 有老人得过这种病 一到下雨阴天的头上啊 那算是遭了罪了 这病啊 现在都治不好 更何况是 那晚啊 怡亲王印象啊 为了报答自己四哥 对自己的知欲知恩 那工作起来 简直就不要命 从来就没因为过病痛 耽误过手中的工作 这别人说了不算啊 怡亲王自己的儿子 红小 就曾经回忆他的父亲说 晨婚定醒之时 常见父亲 将军国重物带回家中料理 手不停批 雍正四年 这印象啊 又得了一场比较重的病 从此以后啊 开始咳血 一直到雍正八年 疑亲王哄氏 这个病啊 稀稀辣辣 一直就没好利索过 拖着这病病歪歪的身子 疑亲王印象 疏通了军机的河道 治理了水患 清理了国库的亏控 重新划分了全国的州府 治理了兵物 盐物 还烧在手的 开了自康熙以来的海禁 您别一提到清朝啊 就是闭关锁国 寸板不得下海 其实啊 这规定啊 是在康熙晚年才有的 到了雍正年啊 这疑亲王十三爷印象 就把海禁给开了 那会儿啊 跟国外的贸易额呀 那绝对是顺差 蹭蹭的见长啊 可惜啊 这等好事啊 又被后来的乾隆皇帝 给禁了 那是后话 咱们不在这儿多拜着 疑亲王印象 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呢 谁都看出来了 他自己也知道 于是 王爷就给皇帝 写了一封奏折 这奏折里边啊 详细的标注了 王爷给自己 堪于坟地的位置 和一张详细的 陵墓建造草图 关于这奏折里 提到的这两条啊 这雍正皇帝 一样也不满意 首先就说 这王爷给自己 画这陵墓图吧 您这也太简单了 哪是个亲王规格呀 这连个被子都不如 再者了 你看你选择坟地 这个位置啊 离皇的陵寝呢 都不远 可是他在风水学上讲啊 这顶多算个万年级地 这格局啊 很一般呢 干脆啊 这么着 这事啊 兄弟你啊 就别操心了 你看你帮我 挑的这块上上击壤啊 还就是后来这 雍正皇帝 太陵所在的位置 真供我呀 那是非常的满意 你看啊 咱们不是还有几个 备选的地儿吗 咱们捡出一块 终极之地 给你修建元秦 至于什么规格呢 你别管 全听我的 好去 这夷亲王一听啊 差点没把病下好咯 给皇帝选灵寝的 上上击壤啊 那再次 那也是龙脉 普通人 怎么能葬进龙脉当中呢 这回啊 这夷亲王 可是没妥协 你皇上怎么说 我也是不同意 后来呢 眼看着印祥这病啊 拖不下去了 这皇上只好答应王爷了 让一群侍卫 带着这个堪仪学家啊 到印祥说的这个地方 哎 就是来水县的西水域 实地去勘查一下 并带回了土样 这印祥啊 一看哥哥同意了 非常高兴 从侍卫送过来的土样里 挑了一块 一下子就吞到了肚子里 也表示啊 啥也别说了 您说那地啊 我绝对埋不了 我呀就埋这了 吞下这块土之后啊 这王爷还念念有词的说 这样的话呀 则臣心安 而子孙蒙福了 这件事啊 他听着挺离奇的 可是他确有其事 不信您就查去 这个清世宗实录 钦定八旗通志 以及内务府官当之中啊 都明明白白的写着呢 在宜亲王元寝的建设上 这下子皇上可没听他的 规格之高啊 那是处处于智 雍正皇帝给他的十三兄弟 建了一座有史以来最大的亲王元寝 这座元寝的规模究竟有多宏大多排场啊 咱们在王爷坟的那个系列里啊 曾经详细介绍过 在这儿啊 咱不多掰吃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这座元寝前后序列 一共有三华里之长 你要去实地考察 从顶头的神道碑 到后边这地宫的遗址啊 走成一圈 且得呼吱呢 那他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呢 怎么给您解释呢 就是有清一代 所有的皇后陵 都没有这座亲王坟墙 在建筑序列上 也超过了 咸丰光绪同志的 定会虫三座皇陵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 一亲王因病轰事 就被葬在了这里 年仅四十四岁 一亲王因祥的故事啊 咱们到这儿 就告一段落了 精彩回幕就在下集 咱们下一篇啊 讲一位康熙皇帝 更有意思的皇子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留言互动啊 那是您对我最大的支持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明儿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